朱宗慶打擊樂團推出台灣新勝利系列音樂會 由朱宗慶打擊樂團專場音樂會美好關係打頭陣 帶來女娲羽絨 兩首世界首演曲目 名家劇集則是由八位優秀音樂家 號召三十六位打擊樂家 演出八位台灣作曲家創作的集樂曲 而壓軸登場的百人慕琴更是集結一百位演奏家 以超過五十部慕琴同台合奏場面盛大 展現台灣打擊樂蓬勃發展的生命力 台灣新勝利就用了三個不同的節目 一個是我們打擊團去年本來演出的美好關係 那麼去年沒演我們今年就來去人演 第二個我們走了八個在座的代表裡面 我們有八組然後八個作曲家 台灣的作曲家一共三十六位演奏家 那麼是完完全全的Made in Taiwan的整個演奏業會來講 非常精彩 那百人慕琴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難 這次本來我上次已經決定說不要再繼續演 因為百人慕琴太困難了 那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雖然認為台灣是活躍的 但是機會還是困難 所以我們就把大家聚在一起 發現就是很快地就鄰近這樣的公司 其中百人慕琴音樂會將由朱中慶 蓮雅雯 徐柏年三位同世代音樂家 攜手同台單綱合奏曲目指揮 蓮雅雯老師還特別為音樂會創作合奏曲 一個月三十天 並且邀請榮獲第31屆金曲獎 特別貢獻獎的爵士古演奏家黃瑞峰 與百人慕琴一同演奏 英景紅二全新編曲作品李承之歌 透過多首熟悉的流行歌曲回顧你我共同走過的時光 這個曲子我自己覺得還蠻有意思 就一個月三十天 一個月就是一個月亮 然後三十天也是很像眾星辰一樣 好像一個君主一個眾百姓 君主有君主的想法 百姓也百姓的想法 百姓也百姓的理想 好 那在那邊再做拉鋸 我心裡面是想說 我會不會把整個樂團給砸掉了 因為那個爵士古跟人慕琴 我也沒有搭配過 那我想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新的嘗試 那這次百人慕琴也就是我這一輩子體會的第一次 也是最珍惜的一次 台灣新勝利系列音樂會 將從5月22到29號 在台北國家音樂廳 台中國家歌劇院 以及高雄衛舞營藝術文化中心登場 喜愛打擊樂的觀眾朋友 千萬不能錯過這難得的精彩演出 記者臨席會 台北報導